我们再来看看各种锥体的属性 我们一样从底面形状、底面个数、底面边数、侧面个数、边的总数和顶点总数来做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三角锥 它的底面我拉出来,底面形状是三角形 底面的个数只有一个 而底面的边数既然是三角形 底面当然只有三条边 侧面我把它展开来 一个、两个、三个 侧面个数有三个 而边的总数 上面三条 下面三条 总共六条 而顶点的个数 一、二、三、四 四个顶点 再次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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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继续